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新闻发言人吴涛上校 9日发布驻香港部队新任司令员任职消息说 近日中央军委任命 任命武警部队副参谋长彭金唐少将为驻香港部队司令员 南部战区司令员王秀斌上将日前宣布了这一任命 新任驻香港部队司令员彭金唐少将表示 将与驻军全体官兵一道 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规 全面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依法履行防务职责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坚定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和长治久安 彭金唐少将外号反恐猛将 从履历上看 彭金唐少将是从基层做起 一路摸爬滚打到驻香港部队司令员一职 特别是彭金唐少将任过陆军作战旅的旅长 这是一级重要的军事主观经历 也是其成长的重要加分项之一 后他又跨军种任武警新疆总队参谋长 武警部队副参谋长能力充分地得到历练 在武警新疆总队担任参谋长时 彭金唐介绍 在弹药消耗方面 仅山鹰突击队一支部队 一年消耗的弹药量就达到了其他部队前三年的总和 网友表示反恐高手战斗力港港的 还有网友说专业的人就得干专业的事 这些年来驻港部队为香港人民安居乐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2021年年末 看过驻港部队关于国防教育的展览后 顺德联谊总会郑玉彤中学校长林永阳这样认为 通过这个展览 可以让学生真正感受到国家的发展 认识解放军对人民的付出 还有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我们国家的安全离不开军队 离不开强大的国防 狮子会中学校长郭瑞涵表示 順利 Mason